Hello 大家好 Hello Greetings from Tokyo 今天我會做我的屋的room tour 雖然我10月搬進來 但到現在都未做 因為很多事情都未準備好 沒有什麼藝術、裝飾、布置 不過我覺得只是屋的裝修、設計 都值得開的 所以今天也會走一圈給大家看看 拍一個夜景 我們也拍攝了一些日景 到時候濃縮版再給大家看 Hello 不過在room tour之前 有重要消息要宣布 由今天開始到1月21日 沙田葵坊和屯門的專門店 會做anniversary周年慶 首先會有兩倍的電子印花優惠 還有如果你的名字是有MING 總之不一定是MING四個字 總之隨便這四個字 至少兩個字 都會有特別的優惠 如果MING四個字沒有 都有齊 還可以一千元減三百元 是即時減的 同時教我如何買最底 如果你可以減到三百元 你可以選擇二千四元 然後減三百元便會二千一元 如果買滿便會馬上送Lua一個 煉墨飄霜純潔套裝禮品 都值三百多元 亦可以帶走十四個電子印花 或者如果你想買美容器 Multi Up7便更划算了 因為買Multi Up7 如果你是每天的頭十位買 已經會送一個Infinity的防曬給你 然後再會有二千一元本身 就送那個Lua的套裝給你 然後如果你再減掉 還有很多貼紙 你可以下一次用 總之如果你是買美容器 早點去買 希望拿完防曬箱 這樣便最划算了 我們還有一些 combination 如何買最划算 待會我們會放在comment 大家可以慢慢看 如果你真的沒有MING四個字 不知道要拔個朋友去 或者怎樣 好 都很多人online了 這間就是我東京六本木的新居門口 首先帶大家看圓關位 好嗎 圓關位都很大 由左至右扁 這裡就是我的穿鞋位 最好可以兩個人坐的坐墊 我很怕要蹲著穿鞋 而且故意做得很矮 如果高的話 如何穿 又是要這樣 寧願坐矮一點 穿鞋 穿鞋帶 穿BOOT 這樣便很方便 怎樣也要兩個位 否則我和老公經常爭 這裡也做了三個櫃桶 這間屋的儲物 是多到瘋 最初我都跟司機師說 用不需要那麼多 他說零多莫少 我也覺得是 最後的儲物也是剛剛好 這裡的儲物 會放客人的拖鞋 這些是Scotty出門的用品 這是臨出街前要用的用品 例如遮瑕 這些Line Roller Tissue 環保袋 去市場買東西 放在門口是很好 但要收起來 因為那些東西很噁心 而我後面一間間 這個好像叫做Piano Rack 我很多東西要掛 例如一入門口的衣服、外套、手袋、帽子 都希望有個位置放 不要拿手不成勢 如果你要優雅 就不能拿手不成勢 但我不喜歡一個個哭 這樣彈出來 所以就做了這些 如果不用的時候 就可以拍起來 感覺整齊很多 這裡還有上面兩個架 都是放下Cat帽 可能是臨出門口之前 這是環保袋 臨出門口之前 手套、Cat帽 都放在這裡 對 不用客客又走進去 而這邊呢 就是鞋櫃 這裡有一個桌面 即是懸罐位 可能放些銀包、手錶、戒指 可能有些化妝品 補妝、潤唇膏 在這裡拿 鞋櫃櫃 這裡不是很多 這裡是深一點的鞋櫃 主要放一些球鞋 這裡有一個很貴淺的鞋櫃 當然我呢 我的鞋子是要打橫劑的 也能放到很少鞋 當然上面也可以放鞋 但也不想鞋底對著 所以上面放了一些其他東西 圓關大概是這樣 可以再退後一點 看看位置大概有多大 左右 而圓關最重要的一個物件 是什麼呢 就是全身鏡 因為你換了衣服 再穿鞋 才要看看套衣服是否合襯的 有時候鞋真的會有不合襯的地方 看完 還有圓關位進去之後 我就會用地毯 這裡就因為會髒 所以也是用地板 這條界線 所以全身鏡 當時都要想很久 一定要放在地毯位 不能去旁邊 所以都設計過 這裡圓關就完了 我們進去看客廳 最多人馬上去看 這裡是飯廳 待會再慢慢說 客廳 真是一個很舒服的客廳 我先脫掉 你可以看看客廳 看看沙發 看看沒有電視的客廳 怎麼看電視呢 這個客廳 整個裝修大家看到 都是比較日系 用了一些淺色的木色 這些東西都是簡藥 米白色 地毯都是淺色 這些我也是參照日系 Japandi 或者Wabi Sabi 其實我也是主要在Pinterest找 或者我去完一些溫泉酒店 或者去完阿曼酒店的網站 看看現在流行什麼 我看到是很流行這些設計 而且不要太多方角 其實在Here and There 我都用了很多曲線 圓角 對 這個Projector很棒 對 已經看到Projector 這麼眼利 男士還是女士 這麼厲害 Betty 很眼利 好 這個Projector稍後會說一下 怎麼看得清楚一點呢 不如這樣吧 這樣吧 左右再Pan一次 這樣就會看得清楚一點 不用太買 先說到這邊 始終鏡頭是看不完的 這張梳化是租的 對 因為初初我們來的時候 怎麼說呢 我十月一日 二日一年 這裡 剛剛裝修好 我還沒驗收 但就立刻搬進來 不敢訂做沙發 所以就找一個地方 找一個網站可以租家師 租了 但暫時都在用這張 因為覺得挺合適的 如果我真的不喜歡 或者有第二張心碎 我可以立刻還給它 所以都挺方便的 給個月費 這裡有一排的櫃 這裡是用了一些曲線 不要一個直角的 慢慢彎出來的櫃 都做到好頂 很多Storage 其實上面的格子暫時都是吉的 這裡又有Storage 這裡看不到 但我想說一下 我買了一個神器 長期神器 你看看 這麼小的 已經是喇叭 和有Bass 還有兩隻咪 對 我在Amazon買的 這隻咪很好 還可以加上音樂大小聲 咪的大小聲 Echo On Off 我之前也有一個很大部的點唱機 又要搏音樂 又要搏咪的機 現在這個一部搞定 但怎麼看歌詞呢 其實就是用Apple Music 你可以脫掉歌聲的白聲 然後它會慢慢出歌詞 然後唱 iPhone和藍牙連線 然後它會融合咪的聲音 這樣就沒有延遲 那一部什麼東西 都好像是千多二千元港幣 對 Apple Music有什麼歌 新歌 新的歌 都可以脫掉歌聲 那已經可以唱K 對 很棒 哎呀 我真的不想再用那部東西了 對 那部東西是偷人的歌 對 然後這裡還有兩個櫃的Storage 總之就是很多Storage 對 然後呢 就過去這邊 對 我想看看這邊的客廳 對 已經有人很眼睛地 看到有這部的Projector 這個呢 講到Projector之前 就講一下Moonlight 我想其實家裡有多些 好像天然一點的元素 所以這裡就有個月亮燈 有個remote control 其實可以教它藍一點 還是黃一點 光一點 暗一點 這個就是一早在設計理念的時候 已經想好 所以他們已經要做這個控 去安裝著它 另外呢 就是一些燈 你可以走後一點點 你看到有很多直線的LED燈 是在我的正面 亦都用了很多indirect lighting 就是因為我不想每次都是這麼多 筒燈射燈 其實我很討厭 但如果你現在完全沒有 是會很黑的 對 那些筒燈射燈 對 現在搞到我就是有陰影 是最討厭的 不過這些也要小心 你安裝的時候 不可以太strong 否則你會刺眼 對 所以 少許位置 側邊 儘量安裝多一點 對 你可以在這裡 看看那邊 頂上 你看到有四盞的銅燈 也還有一支的LED 對 這些可以在不同的拍掣 就是按鈕那裡選擇 你開哪一盞 沙發 需要看清楚嗎 剛才看清楚了嗎 這張租的沙發 是可以的 挺正的 L字型的 還有夠矮 日本傢俬的好處 就是夠矮 適合我們這些不高的人 不會吊腳 等下飯椅 我都會再說 都是租的 都是很矮 還有這張椅 這張就是arm chair 都是很矮的 這個有名堂 我也是在同一間公司租的 忘記了叫什麼 總之坐下去 就好像整個人 會包著你 吃著了 也挺正的 有時我直接放在飯桌 吃飯 或者上日文堂的時候用 如果你真的坐得對 你的坐姿會很好 不會亂買一塊 坐得挺直的 因為他這樣包著你 人體工學等 然後 這盤的花 很好 我不懂選擇花 不過 我會在公司選擇 他每兩個星期 會送 我選擇到 100cm高的花 他每兩個星期 會送一些季節性 搭配好了 這個就沒有搭配 一款 或者搭配好的花 我只要換了它 就可以了 不用每個星期想去買什麼花 怎麼搭配 不是花藝絲 大哥 然後 我們出露台看吧 出露台看吧 想說一下窗簾 很多人都不知為什麼 覺得窗簾一定要這樣打開 但當露台門在右邊的時候 我不會想中間打開窗簾 所以窗簾可以做一塊 推到尾 所以 有時候想像 可以出露台看我的景 好 日本的樓 很多人有露台 因為是逃生通道 如果有什麼事 好像在這裡 不知道會有人在某一對門 衝出來 然後經過 我這裡又要衝到第二個單位 去到逃生的樓梯 所以這裡是公家的地方 你不可以這麼改動 我只是加了一個假草皮 給Scotty 去廁所 他上草皮 開大開小 我們有一個花灑 噴走的味道 他很自由 他去到露台門 廢兩廢 我就知道他想萎尿 開門讓他出來 好 接著又進去了 你慢慢進來 先關門 客廳也看清楚了 大概 我未說 因為我真的很討厭客廳 有一大塊黑色的東西 黑色的是什麼 電視 所以我們就裝了一個projector 我老公做的 當然這些複雜的東西 這個是LG 叫做短頭 不用擺得很出 也不用掛天花 就已經可以這樣 即是很短距離的 射到很高 以及很大 而是不變形的 是的 另外也有一條 soundbar 是裝在這裡 我覺得 除了這些tech之外 我們的堅持就是 不可以看到有電線 所以你可以再退後一點看 是的 我們這裡所有的電器 Wi-Fi Equipment Soundbar 各樣 是看不到插鬚和電線的 是的 如果你是早點開始設計 是會做到的 但是你如果想之後才做 就難一點了 是的 你可以 不如你移到這邊 看看projector 其實都可以射到很大 早上開 其實都非常光 現在開 看看日劇 學日文 其實畫質 光度 真的沒有distortion 欸? 拌不到的 是的 咦? 不見了 Anyway 是的 所以 畫面很好看 看到嗎? 看到嗎? OK 好 我們設定得很好 按個按鈕 它自己收上去 嗯 好 家裡的香氛 那方面 我也是用了 這個叫做 意大利這個Floens 的品牌 其實跟咪咪咪的味道 是一模一樣的 不過只是一個瓶 是特別版的 那也都白色 比較配合我家 我覺得 好 那過來這裡 這裡設計師都放了一些層架 可以放一些裝飾品 但現在我都是亂放的 基本上 是的 然後有Miming Mark的羊仔 有 之前我去巴黎買的剪子 手工藝 都是隨便放的 因為沒有時間搞 還有其實我是很不懂搞 有些人又不知道 什麼擺個花瓶 擺個碗 擺個碗 擺個兜 我真的不懂 而下面就有 Scotty的玩具 總之整間屋最重要就是整齊 雜物是找地方收 這裡其實也有一個櫃桶 沒有東西的 scotty的玩具 晚上都放入籃 不過這樣看都可以 只是有很多公仔 好了 然後就去到飯桌 飯桌 我們特地做了一個 好像梳化位的設計 L字形 是的 那 instead of 4 張椅 其實你會覺得這裡會舒服很多 還有可以 有時有些雜物 可能有本寶 有本雜誌 你都可以放在這裡 有很多很多位 或者放在角落 有很多位可以放東西 是的 如果真的人多的時候 可以叫做坐多幾個人 是的 整體的感覺舒服很多 總之有感覺 然後這張桌子 沒有在日本訂的 所以你會看到這張桌子很矮 這個我遲些都要做矮 因為整件事太矮了 這裡也有一些層架 可以做裝飾 不是 平時真的不是這樣 放一些薬品出來 今天晚上拍攝 我覺得都放得很整齊 這些真的有吃的薬品 松草 六個東西 然後兩隻Infifty 但這裡也要再製作一下 不太行 我只是亂買 好 另外我也想說說這張椅 這張又是中家師的時候 訂的椅 這麼美 每個月租很便宜 日本木、日本手工 這些邊位沒有縫的 很漂亮 很矮 很矮 日本人做的椅 但它矮得剛剛好 其實一張椅 整個撈下 就是 我不是一個很高的人 我的標準是一個五尺四的人 如果你是坐下去 再扭低一點 你地 扭 不是扭 扭 看我的腳 如果你坐地下 你的小腿 是剛剛在 那個角度 在椅子 你坐這塊板 是沒有吊起來 那就為之一個合適的高度 而基本上 如果香港很多椅 都是入歐洲 歐美的椅子 一定是 你會 用腳尖頂起來 然後 然後 你便會怎樣 你這裏整起了 椅子很高 你便會翹腳 翹腳 翹腳便會怎樣 你的骨盤便會開始 不正 所以我寧願 坐矮的椅子 但在日本 有些餐廳 太矮的 會整個膝蓋上來 你真是 在這裏 我也覺得太矮的椅子 應該也很矮 但日本木有些 真的只有五尺 他的小腿更加沒有那麼長 但我覺得這張也是極限的 也是租的 很划算的 這邊其實是廚房 不過我們擠了很多東西 器材 所以不開給大家 但我也想說這個櫃 就是你在設計的時候 一定要預算一個櫃 可以擠到一些很高的東西 包括什麼 梯 長傘 還有一些地拖 還是什麼 總之長的東西 一定要找到地方塞 對 如果又是搬進去才發現 唐梯 不知放在哪裏 你真的站在那裏 整間屋 如果有這些東西 獻了出來 就很肉酸 OK 這裏 其實也有鬼鬼祟祟 有個櫃 當時設計師設計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 但她說多裝一些櫃 我就裝一裝 到我拆箱的時候 就發現 那個門口圓關的鞋櫃 是完全放不完 我的鞋 很明顯 剛巧這裏有個櫃 就發現 放鞋可以 因為這個櫃 是很淺的 你看我的鞋 也要打斜 你就知道 但我有很多高跟鞋 皮鞋 不是常常穿的鞋 我都不會放鞋� 不會放外面圓關 不會放外面圓關 就會放在這裏 穿的時候 就拿出去外面 因為這裏是地毯 地上那裏穿 我還有很多鞋 是在溫哥華的 這裏只是其中一點 不過我這樣說 我現在很少穿高跟鞋 但不可以丟掉 因為到時有一套套套 你要見人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為什麼沒有那雙高跟鞋 好 過來看一看我第一幅 買給這家的藝術作品 就是我和朋友送了一半幅給我的 就是一個澳洲的畫家 不如你們過來 躺一躺 只是拍一幅畫就可以了 澳洲的畫家 用畫刀批出來 所以立體感很強 其實這是一個日本的房子 是不是一定要找些什麼 京都的畫 我覺得不一定 不然這間房子就很… 不知怎樣 時代感好像不足夠 所以特意選一些粉色 不會大紅大紫 但又不想去到白亞米 很和縮 就覺得很vibrant 一進門口 其實一過了全身鏡 已經看到了 亦是對著走廊 不知大家覺得這幅畫 可否有趣 你可以退後一點 再看看 其實它是一輛雪糕車 亦是surreal的雪糕車 因為一輛沒那麼扁 這些亦是… 怎麼說呢 我覺得有點像IQ博士 對呀 那些感覺 還有如果有機會 詳細看 其實它那些… Oil 就是那些… Paint 是很凸出來的 畫刀 都是大刀闊闊的 一筆下去 所以立體感很強 我也很喜歡這幅畫 幸好這幅畫 剛剛這幅畫 是夠寬闊的 真的 有什麼評論 是不是很有趣 挺漂亮的 我記得有一段影片 都是拿來做背景的 是呀 大家可以說說話 我可以回應一下 只看 接著呢 就去到走廊了 好 先調一下位置 走廊 好像挺長的 其實我已經縮短了 剛剛就… 歪了 這裡有對門 就是收了洗衣缸衣機 不是那麼漂亮 不過它這樣… 對門都這樣開 都可以的 整齊一點 然後呢 嘩 這個東西慢慢進來了 這個圈呢 其實都是在Pinterest找的 又不知什麼reference 再近一點點 這裡呢 搞了很久 因為我們都要做到… 首先 磨砂玻璃後面 要做一些和式的一格格 然後這個圈呢 就在玻璃的前面 然後你不要看它只有燈 其實我這裡是裝了一張 叫Washu和紙 怎麼說呢 它是有質感 真的是一張紙來的 如果想偷工減料呢 就可以選擇這種和紙的文 的膠片 但最後呢 我還是頂不住 膠片是看得出很膠 所以我就叫師傅 要做一個膠片 再貼一張和紙 然後箱在這個圈裡面 所以搞多了一個多兩個月 都是做好沒多久 是的 初初也打算放一個盆景 在正中間 但後來還是覺得太老套 所以暫時就只買了一個花瓶 反而就是 可能那個花這樣彎彎地彎回去 那我剛才外面不是有個月亮的嗎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你可以說是太陽 或者有一點點日食 都是把 不是說是一盞圓的燈 就是把一些nature的元素 可以帶進來家裡 這裡也特意做了一個台塑 可以放一些nature的 如果我們想到 如果我們想到 大家有沒有想法 可以怎樣製造這部分 除了nature之外 不過nature也是一個good match 那 不如先看浴室 浴室很好笑 為什麼呢 應該這樣說 我先進來 很暗 我進來 先進來 日本的房子 去到這裏 一千一呎 只有一個馬桶 但幸好我們可以做到 有兩個雙清盤 我真的很不喜歡單清盤 大家欠位 廁所本身很好笑 也不用拍 廁所 先進去 廁所 廁所本身的門 真的敢死 只是開在廳裡才能進去 如果我正在睡覺 要去廁所 要走出走廊 然後走出廳 再進去廁所 日本人的廁所和浴室 一定要分隔開 但令到整件事是完全不合理的 所以我又要封了那雙門 又要在這裏 開一個湯門 這個馬桶 開一個湯門 然後再連接洗手盆 然後再連接浴室 真的很低能 浴室又是很煩的 其實它這麼漂亮 這麼高級的大廈 它說你給我做到這麼噁心的浴室 但是它說 如果要變是很麻煩 因為它說 這個不是就這樣 蓋了一些瓷磚 貼回去 它說這個整個東西 是一個box 不知道怎麼換 一換就很麻煩 所以可能有些電器 電線 水位 會超級煩 但是你這樣一格格 我真的不懂得說 然後地上又很噁心的 就是這裡 那些一格格 總之我就搞不定 其實明明可以是 可能用一些防水的木 或者用一些漂亮的磚去砌 去砌 算了 我當看不到 嘩 這裡更噁心 也要看看 唉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我不能改它 變成了我的產品 本身挺有味道的產品 都是這樣 放在架上 我也不知道怎麼搞 不過可以說 最近同事來拍攝 才給我一些產品 我可以用回所有 Miming Market的產品 很開心 我之前也有些東西 買了日本的 一來我又覺得 我要試試日本水 Clean Beauty Natural的產品 衣服 不喜歡 現在終於整套都齊了 例如有Botani 有Graden 有所有Abbassian 整件事 很開心 所以我想跟移民的朋友說 好像公共浴室 好像公共操堂 直接生氣到死 整件事 但真的改不了 可能要很多很多錢 還有要多很多時間 但我10月來 我不想再延遲 我再離日本住的計劃 所以打死都不讓他們搞 算了 我有想過 貼那些扮磁磚貼紙 其實我們辦公室 廁所都是貼的 你知不知道 但都好像不太好 哎呀 真是公共操堂 你說得 花蕾真的很醜 這樣放在這裏 真是氣死我了 然後我的漂亮的產品 又變成這樣放在這裏 真是氣死我了 總之 哎呀 大家算得到 看不到 哈哈 還有一件事 非常不合理 我想說就是這個 又是不改得它 我這塊雲尺 真的買得很好 很漂亮 是不是 這裏就是水位 你都要Plan下去 你挑下去 這裏開水 洗手的洗手的洗手 山水 嘩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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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是這樣的 你山水那一刻 你怎可以跳過去 應該是這裏山水的 但他的水勢真的在這裏 一改又是很貴貴的 我沒有辦法了 永遠放一條毛巾在這裏 很愚蠢的一件事 好像按摩中心 什麼意思 我現在好像按摩中心 日式按摩中心 日式按摩中心 是這樣的 其他產品 我現在換了一個方式 因為這裏實在擺不到太多產品 所以基本上只是洗臉 和下妝的東西 我才擺在這裏 兩支泰曼娜 或者農妝時用Snow Fox 眼妝用棉花棒再加法國小姐 沒有什麼日常的妝 就用Synergy 其他要用的東西 就會放入房間 因為黏著Multi Up Seven美容器 還有一件事 很搞笑的 很瘋的 你看我這個毛巾 為什麼好像綁頸巾一樣 因為他們這裏 不知道為什麼 毛巾不會放得很上 但是日本買的 那些抹手毛巾全部都很長 很長 會拖著桌面 我想了方法 唯有綁頸巾 才不會拖著桌面 還有一把梳 Snow Fox這把梳 我都會放在浴室 因為早晚都會梳 早晚或經過廁所 有時會梳 有時會梳 慢慢開始 又要看這個櫃 這個櫃是很重要的 全屋最重要的其中一個櫃之一 就是擺行李行李行李 anna going 如果你的家糟 無atted這個櫃 這是非常殷益 你怎麼拍它 不要mara 是非常之殷益 因為 Timothy在溫哥華 有很多行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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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iyorsun 有滑雪的東西 所以這是好心可以推入很多行李箱 那真的不行 不要煩了 這裡是主菜 主菜之一 就是我的房間 就是我的dressing room 工作間 化妝桌 運動房 全部都在這裡 首先看這部分 一進房間沒多久 就已經有台面了 這些真的要賺一賺設計師 如果這裡沒有這個台面 我就每次去到最遠才有台面 台面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們接下來會設計一些屋子 不夠台面的屋子 你會覺得周身不聚財 這個台面 我都放了一些products 可能一些未來Ming Ming Rock會launch的東西 我會在這裡試 還有行出行入 經常會用的東西 就是body water 潤唇膏 刮沙 有時候也擺在這裡 不知道擺在哪裡 有時候 然後有兩個啞鈴 因為我會在那裡鋪過瑜伽石 有時候做運動 兩個啞鈴 這裡有一個拉筋神器 拉筋通常是用一條橡筋 但這個是我香港瑜伽老師買的 他說好像跳舞的人用 例如一條橡筋自己要拿著來拉 我經常都要拉肩膀 這一個分了一格格 基本上我不用Grip 這裡已經會撐住我的手 我可以這樣拉沖肩膀 這條橡筋 如果你要拉緊 它還有不同號碼 你可以拉緊 這樣就很好 有時候Grip都會令我很累 我們已經Grip太多了 由早到晚都Grip 這裡其實我也是有鏡子 對 有一個Simple Human的鏡子 好 然後整個就是我的衣櫃 這裡有一個LG Styler 沒有工人姐姐來說 挺好用的 可以有些外套 褲子 有時候去完什麼 沙布沙布 扔進去 蒸一蒸 都可以的 而全部櫃都是開到上頂的 這個就是我的手袋 帽子 還有一些櫃桶 underwear 襪子 運動衣 這樣的櫃 也有很多產品 我真的整間Ming Mink Mart 好像帶來了 因為很多時候要拍攝 又要自己用 所以真的什麼產品都齊 等一下就會開箱 這一個手袋 我上個月在大阪買的 驚為天人這麼漂亮 我想很少人見過這個 或者很少人會想買這個 但是居然是 實物是漂亮到瘋 我忍不住馬上買 手袋都還沒齊 有些是放在溫哥華 不過這裡漂亮的 有些都帶了過來 還有很多帽子 但我不知道 這兩年我覺得不是 其實這四五年我都覺得不太流行 但我沒有以前那麼流行 所以都是放在這裡 很少用 好 這裡 就叫透一點光 不要整排季都是蜜蜂 這裡有一排兩個季 這裡會放一些短衣 你看到很多白襯衣 白襯衣 白襯衣 薄一點的外套 下面會有褲 裙子 大家掛褲 一定要買這些衣架 不要用這些普通衣架 不要在這裡放褲子 拿出來很麻煩 你要拿衣架就拿褲子 這樣 然後 我在這裡也是這樣抽褲子 而且這樣放褲子 可以整齊很多 然後上面 當然要開到頂 因為上面放一些過了季的衣 不適合季節的衣 這樣買兩個箱 就丟進去 塞上去 我這裡也自己貼了一些褲子 有時候可能你想 今天好不好穿這件衣架嗎 那要掛在這裡 看看 研究一下 如果不是掛哪隻 所以這些是後家的 不是外露 加上這些勾是可以的 OK 然後這裡是短衣 短褲 短的衣 短的褲 去到這一窗 就會長一點 中長一點的外套 都是那個系統 大家見過 溫哥華也是這個系統 中長一點的外套 下面的底部 就可以摺一些sweater 冬天真的很多sweater 還有一些運動衣 可能有些現在冷 薄一點的sweater 已經上去了 真的沒有位置 所以這個衣櫃剛剛好 就讓我買東西都要很小心 要想一下 糟了 擠不到了 然後還有這些櫃桶 也是很重要 這些手套和皮帶 這是什麼 我也差點不記得 有些頸巾在這裡 之前還在找 不知道在哪裡 在這裡 激死我了 然後其實有兩個category 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你去旅行會用的儲物袋 這些呢 這些袋 鞋袋 旅行用的衣袋 洗衣袋 旅行用的什麼 飛機枕 那些呢 全部其實都要找位置 我這個如果去旅行 我就一定會開這兩個櫃桶 撿撿撿 要用的東西 因為又是不知道擺哪 這些布袋 手袋 鞋袋 全部要找一個地方 好 可能就是一個櫃桶 是啊 旅行的東西還沒完 其實還有很多 好 不過 對 樓上也是擺 櫃桶 是啊 然後呢 還有一層的 就特地不用做那麼寬 就是我的長褲 就是長褲 長褲的櫃桶 啊 但是一定要做的 如果你沒有 你這些 難道全都炒了嗎 對 如果下面有位置 就可以再放一點點東西 也有一個櫃桶 這個櫃桶是擺什麼的呢 我自己都不記得 立刻考一下 就死了 這個櫃桶擺什麼的呢 這個櫃桶擺什麼的呢 噢 我有些衣服 我可能會拍攝穿的 但是在東京不會穿的 我告訴你 東京 我所有這些Dior的Sweater 都是得過吉 因為是很少穿這些花綠綠的東西 東京是很素色 我這些就放在這裡 可能拍片的時候會穿 但是 當然沒有穿過 因為我也忘記了 我放在櫃桶裡 但如果放得上去 我就更加不記得 所以我放在這裡 這樣吧 OK 好了 衣櫃已經完了 現在就反過來 去我的L字形桌 可以去遠一點 可以看到全景 首先 我剛才從這裡進來 我要保持櫃桶乾淨 不要在門口看到東西 嘩 堆在這裡 是不是 要假的 簡約 但問題是 真正的東西 堆在哪裡 其實就是堆在L字形桌的這一邊 這個衣櫃 遮蓋 遮蓋 我真的做事 還有所有電線 美容器 那些 全部放在這邊 還有為什麼 有時候對著窗做事 其實外面太光 我沒理由關掉窗簾 所以在側面做事 其實有側光也不錯 我覺得 還有 都是那句 我所有電線 是要找方法收起來的 那我就有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 下面 就有個 我真的密盡其用 我之前有個 不知無印的櫃桶 總之我把電線 全部塞進去 那只是頭 可能露了一點出來 這個就是充電話的 塞電話進去 這樣就變成了 整件事是沒有電線了 我覺得很重要 我不知道你們是否在意 收起來的電線 是一個藝術 而且是要設計的 你要想好 那些線怎麼走 它是在下面轉了一個洞 它插鬚在桌面 但我要找些東西遮 在後面經過 然後這個也做了兩個層架 其實我不是想擠這些東西 就是Masno Fox棉膜 Multi Up Seven的盒子 但是我也不知道放什麼 遲些先 然後這裡是刺的 刺刺的 也做了很多櫃桶 但是櫃桶也有點掙扎 因為會令我這張椅子 這裡是會頂的 但沒有辦法 如果沒有櫃桶 是少裝很多東西的 那櫃桶最主要是這個 就是安裝我的化妝品 就是說我平時可能坐在這裡化妝 然後就是在這裡拿東西 可能是這樣 我這裡的鏡子有燈 我就是在這裡拿化妝品 在這裡 在這裡拿 什麼都在這裡拿 那就是很方便 我其實很怕東西放在桌面 絕對要收起來 而化妝桌 你可以在這裡拿去看 不用看外表的 每次都 也要分隔 要有很多攝影師 例如遮瑕膏 放在這裡 唇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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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人眼鏡用這尺寸 這裡我預計自己戴手飾 所以在上面加了一塊鏡 也有燈 我可以站在這裡試試看手飾 顏不顏色 只看到上人本身 OK 本身的鏡子打算放低 可能坐在這裡但發現是不對的 應該是站在這裡看手飾 這裡再加了一些層板 設計師真的很好 這裡真的是一間咪咪mark 因為我真的太多產品了 這一盤就是我用美容機的時候 最主要用的東西 例如Cleansing 有掃用LumiBalance XLB C 頸箱 MySolution A 然後這一盤 就是我吹頭的時候會用的 Snow Fox 這個 Spray 有水性的Spray 也有油 兩樣都要用的 有髮夾 捲梳 然後這一堆 拍攝 用的全部都在這裡 還有一些新產品 有些Block Box Set 實在是太多貨了 實在是 但是真的知道我都會用的 不只是放在這裡 然後這裡 就有一個吹發神器 這個我會慢慢介紹 類似一個風筒 雙 這個叫什麼 雙風口 不用用手拿著 基本上 我可以說是坐在它下面 已經可以吹頭了 我就可以坐在這裡按電話 或者在桌桌上看書 非常方便 另外 你看到這裡有一張Block 我覺得 衣帽間 怎麼都要有一張Block 對 有時候脫衣 脫褲 你也要找位置 難道放在地上嗎 有時候不想馬上掛 可能晚些人會穿衣服 所以 怎麼都要找少少威 來放這張Block 而日本的好處就是 找到一些很小的Block 按一下 找到一些很小的 很矮的Block 其實和我剛才那張飯椅 是同一個款 都很好啊 不要太大張 反而你在美國、加拿大 永遠都找不到一張小張 好了 這間房子也差不多完 好 歡迎來到我的睡房 而我的睡房很好笑 為什麼呢 只有我的房間可以進入睡房 走廊沒有門 再沒有另一對門可以進入睡房 所以我老公基本上 一定要經過我的房間 喂 你看我的狗 你睡到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你 你笑死人 他很喜歡睡這條褲子 是不是 很久沒有上鏡了 你快過來 媽咪抱 哎呀 scotty say hello 哇 這麼大隻 為什麼你站後一點 OK 好 看看睡房 睡房有你 scotty 是不是 好 咦 怎麼歪了 你不要看我和老公比較小 但我們都很喜歡睡很大的床 因為在床上都很需要自己的空間 所以就要配合到這張 床頭板 也是根據酒店的設計 已經設置好 有燈 有櫃桶 其實 以前 我有床頭櫃 放在床旁邊 但後來 感覺很不整齊 因為如果一個板 黏住了所有東西 好像酒店那樣 其實是最整齊的 但你的位置要量度得對 對 最後 我這張床 也是令到床頭櫃 有些問題 我這張床 這張床很厚 令到在床上 拿東西也不太方便 但這張床 我實在找不到 選了一張不完美的床 就算了 這張床上 會有我一個tray 這個tray也很重要 是保持東西整結 所有會在床上用的東西 都要在這個tray裡面 放得下 例如我看電視 藍光眼鏡 remote control 睡眠滅之軟 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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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唇膜 body butter 其實我是用很多body butter 雖然我們不是經常售它 但如果沒有body butter 我是很嚴重的 而且雖然它真的很貴 但它真的最好 擦手擦腳 擦手臂 擦小腿 都是body butter 最好 不管是在香港 在日本 在加拿大 都是它最好 當然Graden 或者法國小姐 是比較light的 日常擦 是OK 但如果到了晚上 要擦手擦 擦頸 擦什麼 一定是擦body butter 所以你看到我很多枝 我老公也有 她也有body butter 也有法國小姐 這裡有個櫃桶 床頭櫃很多時候都有櫃桶 但沒有一個空格 其實這個空格很重要 你可以多裝很多東西 例如書 可能你用電腦 Laptop iPad 你不想開櫃桶再放iPad 你又想它 visible 所以這個空格是我最後 我們不知去了哪間酒店 看到 咦!很合理 instead of兩個櫃桶 是應該有一個空格的 對 非常合理 好 接著 這裡就有 我的電箭 電箭 放在這裡 有時對腳凍睡不著 我開一開電箭 暖一暖腳 接著就會快點睡得著 OK 好 也是 線 盡量不要見 所以這裡就是充電器 平時可能找個櫃桶遮一遮 這個iPhone一拍就充電了 iPad AirPod 就在這裡充電 這些東西都是要想買什麼 要設計一下 看看全景 這裡有一個電視 進入房間就不介意 有一個黑色的東西 算了 算了 這個假盤災是很重要的 如果大家現在看到全景 另外一邊 就會發現 如果你沒有這些盤災 其實房間很單調 這裡 房間 記得是裝飾 就是雙層的 你可以關上窗簾 遮光度高的窗簾 也可以保留 這些就不要懶 要兩層就要兩層 好 現在我就要嘗試一件事 就是智能關上窗簾 讓我試一試 Hey Siri Close the curtain 不動的 Hey Siri 動了動了動了 那生窗簾 她自己生窗簾 我的狗都 Yes Scotty 不要吠 我老公就設置了 一些smart home的東西 可以叫Siri生窗簾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但如果不是用Siri 其實都會有一個 remote control 可以關上窗簾 我真的覺得 每次要走到那裡 都很麻煩 OK 男人當然要做這些 然後看完我的床 就要看看 Scottie的床 Scottie come Go to bed Go to bed Good girl 好 進去了 這個龍 就是她平時睡覺的地方 她坐飛機也是用這個龍 所以我們帶她過來之後 就要找個位置 所以都是特意叫設計師 量好位置 然後可以塞這個龍 否則她整個龍 會擺出來 就很 visible 而且不漂亮 所以 是不是很棒 Scottie 你也很喜歡這裡 吃東西 睡覺了 好嗎 Good night Scottie 睡覺了 Good night Light down Light down 她說 這麼早 這麼早睡 你沒事吧 11點了 睡覺 不睡 這裡造就了一個很深的櫃 另一半是睡房 另一半是我的房間 兩邊都有櫃 這邊有個頂櫃 跟Scottie的龍一樣深 去得很盡 我就放一些皮鋪 基本上塞不到 好 我老公的衣服放在哪裡 我老公有沒有工作間 我當然不會這樣對她 我當然會留個位置給她 咦 她去了哪裡 消失了 這個在睡房裡進來 保留在這裡 就是她的衣櫃女的 我不知道 她坐在那裡 就是一個衣櫃女的男人 雖然沒有槍 但好像一個Cave 其實很適合男人 你可以這樣坐到右 這裡就是她的衣櫃 然後這裡就是她的工作桌 還要很fancy 你看 星鋼桌 所以都要叫設計師和contractor 去特意做一塊這樣的模型的木 連接那邊 也是有LED燈 正面 做了一些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桌面 我覺得很好 可以做一下 摺一下衣服 我不知道 桌面真的很重要 你們如果設計屋 一定要記住 每一個位置 不要離太遠 都要有一個桌面 我不管你是console 你是一張桌面 或是一個僅 做出來的fixed桌面 都是要有很多桌面 否則你會覺得 為什麼經常不知道 東西放在哪裡 這裡也做了很多櫃桶 有層架 這個空間 唯一缺少的就是 冷暖氣 可能不是非常足夠 也有一點天然風 有一個氣窗 為什麼你真的睡覺了 Scotty 好 睡覺了 OK 你呀 這麼小的狗 睡這麼大的籠 Scotty在日本很開心 這間房子是她最喜歡的房子 因為有地毯 不會滑來滑去 爪子 床和梳化夠矮 她可以不斷跳來跳去 我們也有些樓梯給她 這些都很重要 養狗的人都應該知道 買多一些樓梯 或者斜台 她跳上去 跳下來 尤其是這麼長的狗 像歌姬一樣 好 我想說 這裡 怎麼好呢 你過來吧 我 盡量叫設計師 讓樓底可以高一點 但是 在窗這邊可以弄得很高 但是進去那一刻 這裡有些管 天花已經有些管 一定要弄矮樓底 而設計師真的很用心 他幫我弄了一個彎的樓底 如果不是一個高一個矮 就這樣 兩個直角兩塊板 是很難看的 所以他故意弄了一個curve 這樣 我每晚睡著的時候 看上去 都覺得很舒服 不會一高一低 有個斷叉的樓底 假天花 你會很猛 所以他做得很好 這裡 我點名讚他 對 OK 就過來這邊 另外有一點 我覺得我設計師做得很好 亦是很出望 就是 登登 這對門 對 不用太近 大家覺得這對門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不要遮蓋 這對門 和你平常見的門 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不是那個material 它都是四方形的 這對門 不是一對standardized的門 貼士就是 厲害 Cora 真是厲害 這對門很高 上到頂 這對門 不是standardized的門 即是要特別訂造 基於這個高度 是的 令到我覺得 我的房子是大方很多 還有 看上去 樓底都高很多 是的 這個是原來這麼重要 在視覺上 和空間上 我這個設計師真的做得好 我都會說說 在哪裡找他 他其實是我美國高中的同學 他是一個台灣人 他嫁給了一個日本人 他們兩個都是architect 就是在台北開公司 所以我找他設計 他老公也有contractor的朋友 在東京幫我搞定整間屋 他們說了日文 我和朋友可以說國語 整件事才可以工作 如果你無緣無故找一間日本設計公司 日本contractor 我想真的溝通有問題 因為香港人是最快 日本人是最慢 台灣人可以在中間 做個疏通 台灣人始終比較熟日本文化 所以他們搞搞搞搞 這對門我簡直覺得是 因為我也有很多拖門 其實這間屋 但是真的開的門 門口那一對是大廈的 我真的開的一對門 只有這一對 而他做到到頂 整件事真的很美 這對門也一點也不重 大家知道其實日本的木 他們可以做到很輕 但是一般的門 如果你普通在香港 隨便做一對門 那一定是買門 買門就是已經有既有的高度 變成你的門框 是就對門的 如果standardized的門是窄一點 他們就會有兩條白邊 再有個框 再有對門 而且這個門框 首先跟門差不多 你不覺得有個框 這是很重要的 也令房子一體化很多 也不會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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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闊度 沒有白色邊 不是白色邊 再門框 還有上面也沒有白色的東西 再一對門 那樣的一體性是很重要 我這次看到他 嘩 怎麼會這樣 我都學到東西 我完全沒有想過 為什麼會這樣 真的厲害厲害 還有我亦給了一些指示 我的設計師 都是燈方面 就是真的少一些 射燈、筒燈 但是多一些 indirect lighting 因為現在有LED 裝燈條是麻煩的 還要內藏LED燈條 但是 你 我覺得如果你的房子 會住得久的話 是值得 裝多一些LED燈條 可以藏起來的 藏起來的 藏起來是最好的 看見都OK 直線在你面前 都會裝少少少線條 這些射燈、筒燈 對我來說 真的免得就免 搞得人 你看看現在的光射下來 多噁心 我廁所 其實我廁所 現在我整塊 都進一進來 大燈保留 大燈不要走 這裡我廁所 你見是 都有一張筒燈 但是那張筒燈 不是在我這個正上方的 我照鏡的時候 是用這塊鏡 四邊的indirect light 這塊鏡是沒有關係的 這塊鏡是我的光射 這塊鏡在我後面 我洗臉的時候 沒有一盞射燈在我面前 弄得我的陰影在這裡 所以我洗臉 塗東西 我會感覺 我的皮膚很漂亮 真的 陰影 會令你看到自己很醜 真的會 你的眼睫毛的影在這裡 然後鼻子也有影在這裡 怎麼會不噁心 所以這些事情 都是要注意的 我們走回房間 可能要留下設計師的工作 現在立刻說 你們可以上網找 他的公司叫做面屎湯設計 Miso Soup Design Miso Soup Design 真的幫我做得很仔細 還有一件事還沒說 其實 先調一調轉 就是我這個窗簾 整個窗簾都很麻煩 是Hunter Douglas 還有我很後期才發覺要整個電動窗簾 首先是可以關閉 完全遮光 這個材料就是遮光的 上面就是沙 因為這裡是我工作間 我沒有理由左右拉窗簾 然後也可以整個窗簾都起 但我平時很少 如果我需要光的時候 我這裡有控制 就可以把遮光這一部分 就只是沙簾 如果不細心的設計師 因為Hunter Douglas 他預計了你怎樣插電 有時候要充電 可能一年充一次 或者半年充一次 他們就好好幫我 在那裡再拉電位 總之這個窗簾 就永遠不用再插充電 永遠都會有電 這些都是很細心但很重要的東西 還有之前這個櫃桶 我記得這個櫃桶是太高還是太矮的 太矮的 所以我坐的時候很頂腳 這樣 很接近我的室 他們終於幫我練櫃桶 整張櫃高了 因為真的不行了 然後才發現櫃桶太貪心了 做得太高 有一點點感覺頂腳 不是真的頂腳 他們幫我整個升起 很大工程 一升起 你想想 我這裡 這個L字形這麼長 我連了這麼多東西 它就升起底 這裡可能再升起一點 整件事就升起了 日本人做事 一絲不久 我們10月2日到 他說 之前整個幾星期 差不多員工到員工到我們來 他每天都睡不著 我們一來到 讚他 其實他就 很漂亮 拍照 在群組裡給他看 他才睡得著 很好笑 其實他做得很好 而且我也想拍這裏 其實這裏沒有說 這裏是一個沙窗 就是可以看到主人房 其實也是等兩間房 怎麼說 有多點connection 透光 我覺得也挺好的 感覺就沒有那麼封閉 這裡 嗯 是的 大概就是這樣 現在我需要什麼 我需要一盞桌燈 但真的很難找 我又很貪心 有藍燈 又黃燈 又可以教強弱的remote 但那些多數大陸做 要是抄人 要是手工很差 但你說什麼北歐 又不知怎樣 好像沒有什麼功能 就是on和off 又好像不值 為什麼不能教黃光白光 還欠一些art 其實我還有很多白牆 可以掛少少的裝飾品 或者是painting 不過這個不急 真的要慢慢找 好 今天說了開箱 話說我之前在大阪 突然看到一個現貨 就是amask的手袋 我真的沒有想過我會再買 不過女人是這樣說 怎麼說呢 糟了 我的袋去哪裡 咦 我知道 放了甲蠻 應該這樣說 先開箱 不要吊大家胃口 應該這樣說 我最喜歡的袋款 肯定是Kelly 因為可以背 又可以清 有手環 又有背帶 所以我沒有想著 會再買 任何大小 任何顏色的Burken 而且Burken 我已經有兩個 很特別的款 一大一小 已經足夠的 所以我沒有想過會買 直至我看到這個真人 露山真面目 為什麼這麼漂亮 這個款式在香港 我相信是一點都不吸引 對 我相信 因為照片我見過 現貨我完全沒有見過 對 香港沒見過 當然 就是一個Burken 它是鏡皮 這裡 鏡皮 而這裡 糟了 這個是不是Swift 這裡就是光皮 其實它叫Gold on Gold 因為這個皮是Gold 然後 Hardware也是Gold 這個應該是30 不是 這個25 糟了 糟了 突然忘記了 它多大 因為我真的不熟 Burken 糟了 它是多少 要不要找一把尺度 我簡直有一個Burken 是跟它同尺度 所以我沒有想過會買 這個是多少 有沒有人告訴我 30 應該 它叫Grizzly Grizzly 30 應該 那就是鏡皮 我真的覺得很可愛 很漂亮 還有 我還沒給你們看 它的鎖 糟了 我放在哪裡 它的鎖 糟了 我放在哪裡 千萬不要亂丟 它鎖 是很特別的 不是就這麼硬 是用皮包著的 糟了 難道我放在我平常的鎖 那個袋 這裡有Raincoat 不是在這裡 鎖是這樣的 你看 我拿出來了 不爭 但我沒用過 因為我現在很認真地考慮 我會不會賣出去的 因為我發覺這個 如果賣出去 是很貴的 這個袋 但又不是很限定 或者很罕有 但是 我不知為何 外面 梳褲比 賣出去三萬元美金 我看其他網站 都是賣三萬元美金 我會不會賣出去 不是吧 這樣 但是 唉 背這個袋 真的很漂亮 很有class 因為我之前那個 我也拿出來了 否則比較不了 我放了鴿蠻 你等我一會 你先拍這個袋 我開鴿蠻 哈哈哈哈 人大了 真的要升級 我覺得 嗯 嗯 好 我真的有一個 一模一樣的 Burken 是不是很傻 你怎會買了一個 一樣的 同色系 都是啡啡的 我先看這個 這個是一個特別版 你看不見到有條橙色線 是啊 還有這個是黑金 是啊 那 我也覺得已經很漂亮 扯白線 橙色邊 黑金 你還想怎樣 已經這麼特別了 但是 我現在兩個拍給你看 你覺得誰高級一點 問題就是這裡 就是 答案也是太明顯了 真的這個高級一點 看上去 這個 其實到了一個點 我開始不喜歡荔枝皮 這個荔枝皮 嗯 以前很喜歡的 可能都是年紀 或者當時流行 但是現在 我喜歡很Smooth 其實我最喜歡的皮 是Natural Barania 但是很小袋是用它 那最近被我看到一個 Natural Barania 25 Kelly 但是轉過頭 就賣鬼了 但是它開得很貴 它又開二十幾萬 我一定不會買 可能將來有約會 叫它做一個給我 但大家覺得哪個漂亮點呢 這個啊 這個漂亮點啊 左邊就是哪邊 你的左邊 是不是我的左邊 這個是左啊 這個是右啊 但是如果這個賣了出來 賺大錢 那 那 那 怎樣啊 不是不賣嗎 哈哈 我真的覺得應該賣 這個真的賺不少啊 這個是 GOLD HARDWARE 是啊 GOLD ON GOLD 這個 GOLD ON GOLD 這個 我已經用了很多年了 已經 但都不是經常用 我的左邊 就是我的左手 就是這個 那就是了 所以現在你這樣一拍在這裡 你就明白了 這個是漂亮點 這個是 classy 一些啊 哎呀 每個人都說新的漂亮點 那我不賣啊 不是 那個機會成本很重啊 賣賺很多錢啊 喂 很搭我 沒有鬼 全部都是鬼 喂 你們 哈哈哈哈 啊 啊 啊 真的賺很多啊 這個 我用都不敢用啊 現在 我呢 就有想過買了這個 然後買那個 Natural Barania 的Kelly 但是呢 那個Kelly 我摸都沒摸過 我就不敢買 留啦 你們都說留 不是你的錢 當然是留啦 放了那個 放這個 放這個 我有想過這個 我會放出去 問一問價 看看收到多少 你對 你對 神經病 客戶抽獎 你真的想啦 哈哈 公司抽獎 公司抽獎 公司抽獎過分了 Christy 真的 對 放舊那個 每個人都說放舊那個 其實呢 我都 大家很久沒見過 collection 我另外一個 Burken 都很漂亮的 這個是 沒有電 近一點 這個是一個 都應該是一個 特別版 這個顏色 這隻皮 糟了 這隻是一隻羊仔皮 我都忘了名字 它是HAC 它是高一點的 Burken 這顏色 我覺得很潮 很漂亮 也高貴 這些已經很久年前 我都忘了是什麼字 什麼黑名 總之很久的 都是二手的 因為這些是special order的東西 你就這樣入店 是不會買到的 我看到有二手 我的口很漂亮 這個就買了 當然 跟小的這個很不同 所以這個怎樣都保留 哇 皮味還在這裡 很香 很香 吸皮 另外 其實我有一個想放的 就是這個 這個boxcap 的cally 因為我已經有很多啡色 如果這樣說 我又買了一個 淺粉藍色 去年年初在日本買的 都是同尺寸的 我覺得這個很上班 其實在香港我也經常用 現在我很少在香港上班 所以很少用 這個我也會去問一下價格 看看放到多少 如果我放到這個 我就不用想放那個 我的心理要平衡一點 因為我放這個 是賺少了 我現在賺少了 放這個的錢 我要找另一個去補償 你明白嗎 人的心理就是這樣 所以我想不如放這個 這個也不差 因為我另外那個cally 我另外兩個cally 都是內逢 我只有一個外逢 是啊 哎呀 但我又不想留那麼多袋 有時候都不用 這個真的很久沒有用 我上次用已經在香港 你想想多久沒有用 很久了 很久沒有回去 我還有一個極品 這個大家都應該見過 這個是有一個cally 是canvas 都比較久 這個很久了 這個金是很黃的金 所以可能都可以看得到 它的歲月痕跡 就是一些舊的款式 那canvas很輕 這個應該35來的 比較大一點 但這個很vintage 其實是 我一定是不會放的 這個想都不用想 一輩子都不會放 因為外出又漂亮 其實上班都可以 這個也是我的寶貝 我也是比較多這個 因為感覺就 有時候 怎麼說呢 有時候 怎麼說呢 有時候 揹個amask 都不可以太厲害 我覺得 我是沒有可能 揹鱷魚皮 一來是殘忍 二來是 我又不是什麼行頭 什麼大明人 那些什麼 那些真的 不可以揹太厲害的袋出門 有時候 可以很輕鬆地 當它是普通袋 不以為賣 不以為賣 瀟灑一點 所以這個是我常常用的袋 但是這個 我也不是經常有機會用的 所以我也是常常想賣掉它 對 常常想賣掉它 還有Burken 始終沒有得揹 對 沒有得揹 那就一定要撐住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它輕 對 對 對 也會比較薄 對 所以真的 嗯 很難抉擇 大家再給一下意見 對 每個人都叫我留 哎呀 又不是你們的錢 不是 我也知道 大家很忠肯 這個袋真的很搭配 基本上一看就知道 是Erica會戴 會喜歡的袋 夏天用不了 夏天啊 看你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所謂的 你老公用也可以 神經病 當然不會讓他用 他也不喜歡揹袋 哈哈 新的袋真的很漂亮 放Candy 放兩個舊的 新的袋很漂亮 自己用 放舊留身 這是什麼 新年慈惠嗎 放舊留身 去舊迎新的感覺 就解決了沒有這麼重複的問題 是 金扣襯我 橙橙黃黃 對 先看價錢 公司抽獎是不可能的 客戶抽獎 high spending 嘩都不行 你high spending high到怎樣 都不會去到 不行 我有想過放給你們的 Grizzly 但我又覺得是否香港也不喜歡用 Gang Pay 可能覺得比較潮濕 大家都說 Keep the new OK Keep 但我都不敢用 我再看看他的價格 走勢 如果Grizzly 不再出這種顏色 我見有隻奶白色 如果Grizzly 不再出這種顏色 他又會升值 如果用過就生笨了 你明白嗎 唉呀 有時候買到一個好袋子 更多煩惱 我已經買了整個月 我怎麼都沒碰過 沒有想過帶出去 還在想著 是啊 好啦 OK 今天開了很久了 都是時候停一停了 記住 我們有三間專門店 在做優惠 做到21號而已 詳情 我們有個評論 再說清楚 有什麼好處 有些 double stamp 有Ming四個字 如果你是身分證 你的姓名 Middle name 有Ming combination 兩個話以上 都會有特別優惠 OK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家裡香薰 嗯 我現在在日本很積極 sourced 一隻香薰 不說牌子 那就是把一些 極濃的香薰油 滴在這些 火山岩石那裡 不過價錢太貴 我現在還在談 因為原來日本的精油很棒 這也是我來到才發現的 遲些希望可以滴一滴 整個地方都香了 很棒 而且這味道是歐洲的香 精油 我聞到還沒聞過 這樣的味道 嗯 那個Kelly也不是黑白的 是一個很深的啡色 很深的啡色 嗯 好 不急用就先放著 好了 想想 OK 那麼 我們還拍了一些room tour 因為始終晚上看這間屋 和日後看是很不同的 我們會剪好 很精簡地 再帶大家看一次 我家的 OK 今晚就說到這裡 嗯 記住 咦 是呀 為什麼不加上ERICA 這個字呢 那些優惠 你又說得很對 好 跟Marketing反應一下 好了 是哪三間店 糟了 我突然忘了 不是 屯門 沙田 對 攜芳屯門 沙田 對 只做到21號 還有10位 買美容機的人 都會有 這個 Infinity的Sunscreen 送回 這個Multi Up 7 一定要買 我現在每天都用 對 很棒 如果不好用的美容機 一來我不會入 二來我不會用 這個是 三個頭 真的很好 又便宜 其實你等到買了三部美容機 現在我們還有優惠 有些加購優惠 對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先說這麼多 都很詳細地介紹了這間屋 嗯 下一次 有多少尺 有多少尺 這裡應該大概1100多 可能差不多1200 嗯 還有露台好像還沒計 應該是10尺 對 那我就兩房 它本身都是兩房 不過它本身是長走廊 一對門就入這間房 一對門又入主人房 那邊的走廊超級長 我們縮了 所以我老公就有個衣櫃位可以用 嗯 嗯 是的 葵方沙田屯門 糟了 剛剛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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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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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我們下次2月Live再見 是這樣的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東京Room Tour 我們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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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